大家好,土工中我天天都有看点啊 今儿个看点是三个 我们又搞一些新闻点播啊 第一个呢是东北 东北长春出大事了啊 说一个9月2号发生的事情 吉林长春洪七街 万达文化公馆C区 业主与物业发生纠纷 物业报警之后 一名到场的警察 刚刚人一进来 立马就被一个业主 弄一把短刀就给捅死了 捅死了以后呢 这哥们夺下了警察的配枪 是吧 然后把他身上的子弹都给拿走了 还现场又开了一枪 搞死了一个物业的人 劫持了两名人之 是吧 现在目前大批的警察都赶赴现场 各个方面的拘手都到位了 现场是一片热闹 这个土工中国现在有些人都活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是不是 哥平时的话 也就是几句好话一说就完蛋了呗 是不是 你一个物业公司和一个业主发生纠纷 这不是很正常吗 是不是 因为物业公司老觉得自己是政府 老觉得自己是人物欺负业主 他搞不清楚自己是做服务的 是不是 老是发生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过去的话就几句话一说就完事了 哎 结果这个物业他觉得自己是政府的人 完了以后报警 这个业主就合不住了 老子日子本来就不好过 对吧 完了以后呢 警察你还要过来还帮枪 先把你搞死再说 一刀就捅死你 这些警察一个个都是怂包嘛 他也不知道现在的人都已经生气 生气到这个程度 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正好没地方发火 我先把你弄死再说 弄一个我就就赚了 弄两个我就 就弄一个就就就本钱就回来了 弄两个就赚到了 是不是 立马就把他给搞死了 据说这是一个有步骤 有组织的行为啊 因为他为什么要杀警察不杀物业呢 他看好警察身上哪把枪 说这哥们是一退伍军人 哎呦 牛逼大发了 因为他会开枪 你要想我这种菜鸟 你把一把枪送给我 你把一窝的子弹送给我 我也没暖用 我不会玩 是不是 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菜鸟 啥也不会 是不是 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越来越来越来越自己 啥都不会 是一些菜鸟 但是人家当过兵的人 他会开枪 把枪夺走了 把子弹夺走了 又绑持着人 劫持着人之 事就闹大了 这种事 第一事件要报到中南海的 报到公安部的 我跟你说 第一事件成为全国性的事件 这个东西是不得了的事情 很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 它就是一个火药桶 它真的是个火药桶 它说不定哪一天 所有人就干起来了 所以土工高层最重视这几个信息 事实上在中国现在各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火药桶 有些人呢也是喝不住了 我今天看到最搞笑的一个事是什么呢 是我们好久没有提这个中共的一些个头牌的五毛 什么孔庆东啊 什么胡锡进啊 什么司马南啊 就这几个孙子啊 这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啊 那大家都知道胡锡进就被禁言了呗 胡锡进那个时候绷得最欢的时候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年在一个局上面遇到了 我就说我也叫他胡歌 我说胡歌 这个什么 领导说的好 是吧 不要看你现在跳的话 到时候一定拿清单 我们这些人的日子过不好 我们仅仅是说了几句话 我说老胡歌你要记住 你也是说几句话的人 你说不定哪一天你一句话说错了 你也就跟我一样 也就消失了 是吧 也就被习主席盯上了 也就成为右派了 也就去红湖挑泥巴去了 也就去东北去种大麦子去了 是不是 然后他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 胡锡进这个人 你当着面跟他说话 他很客气的 他不会跟你翻脸的 哈哈大笑 其实他笑的这个意思 其实他心里是明白的 你看过去的这个共产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 管你是舔毛泽东的 还是不舔毛泽东的 管你是反攻的还是不反攻的 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面呢 越是舔共的下场越不好 是不是 为什么呢 这个话它是一个情境理性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喜欢共产党的 我的下场不好 我被共产党全网封杀 我他妈的只能是仓皇思雇 只能是逃走 我有心理预期 我有准备 我就知道这么搞下去 我肯定是绝对是要被他们彻底全网封杀要消身的 但是那帮孙子和胡锡进 孔心东 司马呢 他们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他们老觉得自己是赵家人 老觉得自己他们的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反贼 是吧 像王志安这种孙子他也是这样子的 那说话真是 你遇到王志安这样的人 你就是真的我不骗你啊 你如果当着认识他 你如果跟他有见面了 你要么就是催他一泡口水是不是 要么就是抽他一耳瓜子 他他妈抽我不要脸 他这种人只有自己被这个共产党的权力伤害了 他才开始说几句人话 他平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思能力 据说这两天孔心东在微博上就发了一个帖子 一堆人就是在那里骂 所有人都骂 孔心东是怎么说的 他说这个胡歌就是胡锡进失踪了 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胡歌的粉丝几千万了 这么多粉丝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的 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哀悼的 几乎没有一个人想着去捞人的 也没有一个人进行慰问的 都在那儿快快乐乐的关心其他的热点 关心其他的民心 实在是让我恐和尚感到是势态炎凉啊 还闻周周的说想起白居域的一首诗啊 是吧歌舞教程呢心离尽呢一招声绪不相随啊 是吧我最近坐飞机还想空姐所看环球时报 可谈我们的胡歌就我这么一个知音也 这个孔心东是个坏家伙啊 他这个话里有话 他是很坏的 我这么告诉你啊 很多人都看出来了 有人就说这个孔心东啊 话里有话 你说胡锡进这个人是党的人 是吧 你身是党的人 你死是党的鬼 党让你吃屎你就吃屎 党让你消失你就消失 你哪有那么多废话呢 一切听从党安排 是吧 党让你舔局你就舔局 党让你自杀你就自杀 没什么好说的 是不是 你还要粉丝联合起来抗议 你还要粉丝联合起来哀悼 你还要粉丝联合起来捞人 你还要粉丝联合起来慰问 你几个意思啊 你是想煽动胡锡进的粉丝 反对习主席的吗 几个意思 所以很多人一看就明白 所以孔心东这个人在五毛的里面呢 你不要小看他 他是踹着明白装活动 他是人来风 这个家伙坏得很啊 是不是 其实你想想你孔心东是前景群的学生 你是伟大的老师 你在六四的时候 你是青年学生领袖 你至于把人生过成这样吗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些圣经理的话 人一心比万物都贵诈 只有上帝才看得清楚 这帮孙子 胡锡进也好 孔心东也好 司马南也好 他们老以为自己聪明决定 老以为自己行云流水 老以为自己东风吹呢 我就毛泽西西风吹呢 我就毛泽东 老以为自己可以左右逢源 老以为自己可以他们的 在这个中国的低端民进场里面 可以坐收余力啊 没那么容易的 真的 这个今天的中国的情况 是个非常明显的情况 习包子 他是个没文化的人 是不是 没文化的人 最讨厌有文化的人 有一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真的是 像我们教会 应该是算比较干净的地方嘛 我们的那个教会的负责人 就说 小河帮我们讲几堂课吧 我本来就不大想讲课 是不是 完了以后 他非得让我讲 我一讲 就是有点像知识分子那套关键词 然后讲完了以后 我觉得自己感觉还蛮好啊 大家都说我讲的好啊 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大姐 说过来说 哎呀 小河弟兄讲的都是一些 我们听不懂的话 以后不来了 我大吃一惊啊 真的是大吃一惊 从此以后 我就立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理想 再也不再教会讲课了 真的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是我的厂子 你知道吗 他就这么一个意思 你说你这个习近平 他不喜欢读书人 他听不懂读书人说话 他现在权力这么大 你如果习近平有一天 他又权力又回来了 他绝对会收拾你帮 这帮有文化的人 你孔庆东 你不要 看人道不像事儿大 现在胡锡进被封杀 被失踪一个月 这是小case 你知道吧 小案例 你孔庆东这么搞下去 胡锡进可能只是消身了 只是失踪了 只是不说话了 你说不定你孔庆东就要进监狱了 他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凡是你有一点点想法的人 你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你基本上你属于什么的鱼虎牟皮 很多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 几千年来以来都是日子过得不错的 因为世农工商嘛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 在过去的社会里面 一直都是很高的 传道授业解惑 这是老话都这么说的 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是它是个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 读书是过去的人 往上爬的唯一的通道 那你想想吧 你到了今天这个年代 他为什么知识分子 变得这么不值钱的呢 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一群土别 共产党是一群文盲 共产党是一群抠脚大汉 他们本质上 他就不喜欢读书 所以你孔庆东 你胡锡进 你不要得子 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为什么李克强死得这么惨呢 因为他是一个正儿八经毒素人 是不是 细胞子是一个他们的 是一个三个大字 不认识两个的这么一个文盲 他当然不喜欢的 为什么他那么讨厌李克强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李克强 你太有知识了 你把我给比下去了 所以我得弄死你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